邝美云和李佳琛一齊出席慈善活动 提到男杰英日前不幸逝世 当年有传给男杰英介入 和富豪郑宇和儿子郑嘉诚之间感情的邝美云 听到这个消息都觉得很难过 其实呢最近也有很多的一些长辈 有一些朋友 其实我想全世界在不同的时间 也是会有生老病史的 所以我想大家呢就是我们在生存的时候呢 要多感恩 然后多跟朋友沟通 然后有什么不开心的 也可以就是找一些正能量的朋友 那大家呢合而不同 大家开开心心的生活 那当然有人离世呢 大家都是心里面觉得很难过的 那希望一路好走 至于同场的阿Li就说自己今年生日都要做事 那不知道男友今年又会为你准备些什么惊喜呢 她不会的 她常常说自己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说的时候 但是我这几年就全来都没感受过她那份浪漫 那希望她的浪漫是会再慢慢 随着时间滲出来 而我又感受到 如果有时间其实都是 我们都是偏向安静地吃顿饭 最多都是看过戏 希望不会被人拍到 和男友感情那么稳定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计划结婚啊 结婚嘛 生孩子就没有想 现在取缘分吧 但是结婚嘛 结婚很多朋友都问我 但是他们都给我急 我还没有这个想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